跟腳 沒有了 還有啦 還有一些基本的英文組 什麼 跟 撒 還是內對不對 這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做得很慢 然後呢要多準備一些圖考 好 來第二課 第二課 第二課名是 早你好對不對 早你好 早你好就是常用語 所以除了要早安啊 午安等等之類以外 還有一個他這裡學了 你呢 還有 這裡重點是先生太太人物 還有你去上課嗎 還有天氣冷 冷 冷 好 所以你要多找幾張什麼下雪啊 下雨 海風的圖之類的 好 第三課 然後這一課 然後這一課的重點 語法是 都 都這個句子的時候是主題句子 所以因為說 電影電視都好看 還是電影電視 我都喜歡 好還有一個主題句 蘋果 我喜歡 好 第三課 然後還有 第四課 好多少錢 多少錢 所以就是講數字的嘛對不對 你剛剛發生的數字你就可以拍上用場了喔 如果學生很多的話 這樣你可以至少玩兩分鐘 好 多少錢還有量子 量子這一課 這樣的量子其實不多啦 就是支 支本快 對不對 對還有杯 所以你最多就是放五個量子就好了 太多的話 所以你要學生組合 你比個數字 然後比那個五平 學生就要說出來 然後也可以買賣嘛 ok 然後第五課 我家有五個人 好我家有五個人 這裡說到的是幾 還有這裡說到的數字比較大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家人 然後這裡還說了一個語法點是有的有的 所以你先說了 這些學生有的是台灣人 有的是美國人 好 就是這個語法點 然後幾的話呢 後面一定要加量子 就是跟多少不一樣不同 所以你可以這兩個一起練習 因為他們第四課學過了 對不對 那幾跟多少哪裡不一樣 沒關係 學生的反應也是這樣 不會是給他們介紹的嗎 好 幾呢 他的回答有限定數字的 有一定的範圍內 所以呢 當你不清楚這個數字的大小範圍的時候 用多少 好 所以幾 你家有幾個人 不可能一百個嘛 對不對 好 幾 你幾歲 不可能一百三十歲吧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已經設想好的範圍了 所以我告訴學生 多少錢 你真的不知道多少錢 可能很貴 可是幾塊錢 得喔 老闆就知道了 這個東西一定很便宜 所以我們很想說幾塊錢 對不對 不說多少錢 好 再來第六課 來 第五課齁 好 第六課的主題是 好 好 好 這裡說的是 新跟舊 好 這裡還說了 這裡是個名詞 我們說新手機 可是我們不說新的手機 對不對 好 所以這裡說的是 如果形容詞是一個以上的呢 你就要說的 好 好吃 好吃 不能好吃漢堡嗎 好吃的漢堡 好吃的漢堡 是這個魚巴裡 然後這裡還有說 我的 你的 我們可以省略 這是我的 或說這是我的手機 好 這支手機是我的 好 省略先別的主題了 另外好 這一掌 一掌 雙 一掌 一掌